梁家辉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离句台词差点搞垮了马自达 就这么一段台词 把当年汽车界的扛把子 一下打成了无人问及的小卡拉密 这可把马自达老总给气坏了 直接把梁家辉告到了法院 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由于马自达老总聘请的律师坐着马自达 半路塞车没到法庭 导致梁家辉直接原地胜诉 如果说梁家辉只是差点搞垮 那么黄渤真的就是毁得了一个品牌 这个广告看似没啥毛病 但坏就坏在 这句话是从邋遢的黄渤口中说出来的 再背上一口浓浓的方言 简直露爆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班级路彻底沦为低端廉价的代名词